昨天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名称和图形标志全球征集活动启动了 国家国防科工局首次向全球公布了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的外观设计构型 从外形来看我国火星探测器分为两个部分 下面是具有太阳翼的方形结构 有点像一颗卫星 而顶部则是一个包裹着火星车的舱形的结构 火星探测器下面像卫星一样的部分 就是蔚来将留在火星轨道上进行环绕探测的环绕器 它会像火星的卫星一样从高空对火星进行摇环探测 而包裹着火星车的舱体是护送它降落火星的着陆舱 它将承担突破火星大气层的任务 外观看起来类似于我们这个载人寒天的那个返回舱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通过大气减速之后 它要把它的散打开 之后要把它大底抛掉 然后要利用它的反喷发动机来反喷进行自动 那么最后离火星这个表面很近的时候 要利用它的支撑腿减速机构来减速 我国火星探测工程是中国人在宇宙空间当中 迄今为止迈出的最远的一步 同时难度也是最大的 总设计师张荣桥告诉记者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计划于2020年7到8月份实施发射 除了发射窗口信号衰减和传输延迟的问题 对探测计划也是个考验 尽管挑战重重 不过张荣桥透露 目前我国火星探测相关的航天器研制进展顺利 实际上从2014年9月2号 我们工程就进入了翻案阶段研制工作 通过20个月左右的翻案阶段的工作 目前已经转入出演阶段的研制 实际上就是单机产品的生产 分系统的生产测试需要持续两年多的时间 目前总体来看尽管难度很大 但是工程整体推进还比较顺利